请问亚中教授 假如您当选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您要怎么样保护军公教 怎么样支持我们这些不当年经改革的受害者们 第一点如果当选中国国民党的主席 在于军公教退休金的立场上 中国国民党的立场就是 军公教的退休金 它是属于除金 它不是福利金 一毛都不可以少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样子 像我以前在核能电厂当工程师 我们是属于事业单位 但是也算是公务人员 可是同时间考上特考跟高考的 他在经济部上班 我们每一个月 我在事业单位会比他们多拿一万多块钱 为什么 因为政府那时候也需要十大建设 需要很多国家的建设 他就一方面把公务员少拿一点钱 但是把他的钱存起来 一方面好听的讲说将来退休再还给你们 另外一方面就把这个拿下来的钱 去从事国家的建设 所以军公教那时候非常辛苦 他们赚了很多的钱 有一部分还给国家存起来 而只能花其他一部分 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叫什么 这就变成说政府帮我们当时薪水的一部分拿来作为雏金 就有点像现在你在邮局里面的存部 各位政府可不可以说 因为我们现在的国家经济不好 每个人的邮局的存部里面打个七折 打个八折 我想你们年轻人也不会同意吗 那这个所谓的社会福利的概念又不一样 社会福利所考虑到国家的财政情况下 给你多一点 给你少一点 我们可以理解吗 所以你要知道民进党他做这个事情 一方面是不道德 但是更重要的 他是不合宪法的 因为依照我们中华民国宪法 任何财产权 别人不可以剥夺的 就像各位朋友 你们的钱摆在邮局里面 摆在银行的钱 政府不可以剥夺的 那为什么政府会剥夺军公教的退休金呢 你注意看所有里面的文件里面 没有写军公教什么的福利 联金这个概念 其实都是军公教退休金 各位退休金跟联金 两个不同的概念 那我刚刚讲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干呢 民进党不是对老百姓好吗 你看那个农民一天到晚加钱 可是为什么退休金砍得这么凶呢 只有一个理由嘛 军公教是南营的基本盘嘛 砍掉你的基本盘以后 你将来还有什么选举 那很多农民 他认为说他是他的基本盘嘛 所以不断的加社会福利嘛 那我们也不反对加社会福利啊 可是你怎么把军公教的退休金砍呢 而且你不止不道德 你也不合乎宪法 那中华民国 当然是一个首限的国家 我如果当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来讲 我非常清楚 中华民国的宪法必须要遵守 任何人的财产权必须要维护 所以中国国民党的立场就是 一毛钱都不能花 不能少 如果我有一天当选中华民国 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然后呢 推举出来中华民国总统 我也会要求中华民国总统 这几年欠军公教的 你就发给别人吧 该给别人的钱 就是一毛钱不能少 在这个事情上 我跟各位讲 中国国民党 不可以有任何的犹豫 不像以前 知道吗 在这个军公教的事情的时候 你看到几个天王走上街头过 没有嘛 在那些八百壮士 那些军人在街头抗议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什么国民党的高层在那边 陪他们所谓的扎营 住宿 抗议嘛 那现在要谈什么 二次联金改革 我告诉各位 军公教退休金就是退休金 跟二次联金改革一点关系都没有 二次联金改革是改社会福利金的部分 军公教的退休金 就是宪法保证的财产权 所以我当选中国国民党的主席 这个立场非常坚定